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保健食法每天2粒,進階食法每天8粒。 我們敏滴裏面的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膚痕癢,皮膚過敏,主副手,對皮舌脫落和氣管過敏都有幫助。 大家好,我們今集是講這個,上一節我們講了天子傳奇1,今次我們就講了天子2,不過先做好正經事先,訂閱分享,讚好Facebook專頁和YouTube Channel,多謝支持我們,多多支持。 亦都要支持我們的老朋友大肥,雖然他半離開了巴達台的節目陣線,但也要支持新頻道,讓他可以接下廣告,保持發聲。 亦都上來買下健康產品,增強體拍,提升免疫力,增強性能力。 亦都要去課金支持下其他做得好一點的主持人。 亦都要支持他,Pieter哥,Pieter哥那些有一萬Viu,很堅囂,我們都要支持他。 亦都支持Pieter哥,Pieter哥,賽馬那些,贏的錢,都要分一些。 亦都要分一些。 亦都要分一些給巴達台。 亦都要分析風格,就要分析風格。 是很可惜的 其實如果你對比像春秋戰紅一樣 都是講戰角 如果他用春秋戰紅的形式去畫 其實可以出到 不像六十七還是六十八期 其實腰斬了 我遲些講為什麼會腰斬了 如果用春秋戰紅這樣去做的話 其實二三八期去做 其實都沒有問題 但你這樣不行 春秋戰紅是比較近代的漫畫 天子一已經是我們鞋提示的漫畫 你用現在的科技或看法 去看回以前的東西 當然是不可以 可能他沒想到 用現在的處理頭髮 就是春秋戰紅處理頭髮 因為呢 不是 因為天子一其實都有一些圓幻 奇幻的要素下去 那天子二你看下去 很明顯是沒有的 全部是秩序的 只是說 嬴政一開始在趙國做人質 然後被人追殺 然後就怎樣回到秦國 然後再跟他成繳去爭王位 其實很積極 你知道結果的了 他只不過在中間可能是加些 不斷滲入高手 熟山派 衛山派 即是派人來 即是大家互相去 你殺我我殺你 這樣 其實這裡我覺得 都可以 值得看的 都未至於是失敗的 但最失敗的一件事 就是 嬴政是十四歲就繼位 那十四歲的時候 他已經是練成了 雲天保鑑的第九層 血窮瘡 還要是自己練的 那 雲天保鑑算不算是最頂級的武學呢 我想 這個有些疑問 不關事的 是吧 即是 剛剛 故事一開始的時候 嬴政他已經練成 土崑崙碧雪冰 但那時候是說 他是八、九歲 七、八歲 是不可能的 即是 我當 有本秘笈在那裡 寫光給你看 喂大哥 你幾歲的年輕 你怎會看得明白 即是很簡單 可能棄罪丹田 棄罪占宗 這樣算吧 幾歲的年輕 可能會認識 嗯 你認不認識 丹田就是這裏 占宗就是這裏 占宗就是這裏 其實這樣也不重要 即是你一個十多歲的年輕 即是可以把一套頂級的武功 練到血窮瘡 不要緊 我當成立 那去到天子五 有個叫王普極的 說練了幾十年 才練得成 第九層 血窮瘡 那你又怎樣算呢 即是王普極是白癡 個人身為個人的 資質有問題 不同的 而且是很不合理的 好像一開始他打田猛 那時候 人家田猛四五十歲 即是成年人 武功大成 一個幾歲的年輕人 怎麼可能打得贏他 柳生一劍是誰 你偷襲他 你不要說 柳生一劍 第一個殺人 九歲殺人 第一個殺人 就是一個知名劍客 當年他知名的 是他家裡尋仇 然後抓住 柳生一劍 你聽我說完 你先說完點故事 抓了柳生一劍 柳生一劍 怎麼殺他 在袖子裡拔他 一刷就殺死他 所以柳生一劍 九歲殺人 就會殺一個知名的劍客 所以你說 年輕人 很厲害的人 不出奇 再者 如果你說他九歲 可以練得成 血窮瘡在北 那龍珠 阿吳天 還差六歲 殺人 怎麼算 是不合理的 龍珠 他現在 一向都是用力量 升級升級 再升級 變身變身再變身 是 再者 就算是兇手道 十二歲都可以黑大 他懂得第九重 不代表他爭 譬如你玩金融客俠轉 他只要有那個知質 知質度 然後拳腳的指數 去到這裏 他有資格去學第一重 只不過 他可能學到 血窮瘡的第一重 就是第一個level 可能那個level的九十九 他才會學懂型格 譬如 我空手道 或者是鷹爪 我擺個姿勢 我懂了這件事 不代表我功力有什麼 我懂那個技巧 不代表我有那個 修為和功力 我覺得 如果你用現代 或者是用真實的武術來講 我不會反對 懂了 不代表他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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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他一個幾歲的年輕人 他試過和人打仗 在兵法中 贏了一個成年人 在我的認知 你就差人傳我 回頭 但在我的認知 講人生經驗 講計算 你年輕人 怎會算贏一個大人呢 如果他將認證 變成成年人 他這樣做的事情 其實全部都是合理的 是合理化了的 但是 難怪得 我都讚一讚 天子二 在哪個地方是好呢 其實他是有好 好用心去看春秋那些 例如禮儀 禮節 用的器皿 他是有講究的 就是說 這個杯子可以大王用 這個杯子 大王用的子 可以出產幾隻 那些典故他有講 還有他另外有一場戲 叫做《武劍》 就是用文武和武武 用劍去武劍的 這件事是真的有的 他真的很用心去找一些典故出來做 這樣 是 是不可以否定他是做得好的 但是 現在我看回 他做這些事情 其實 為什麼會是失敗呢 就是他的市場 看到這些事情 就是香港要看的事情 就是要 要刺激的 就是你做這些 他就覺得不好看 怕拳太枕頭 就是他講這些 這麼考究的事情 可能香港 那些讀者 只需要觀感的刺激 其實 我可以當教科書看 他有些事情 因為天子一 他做得好 變成他野心大了 他打算做文化那個部分 但是就變成文西了 我覺得 他是想轉一轉風格的 因為天子是圓幻 天子要可能是寫實一點 就是資料性一點 這樣 變成了 就會有點悶 去到 最後 其實是腰斬了 為什麼會是腰斬呢 其實是中篇 叫做 龍戰 鹹陽 完了 然後下篇 他是用幾頁的時間 但一格 跟著好像回憶那樣 講他的敘事 講幾頁 跟著就結束了 他那個下篇 很明顯 是 是腰斬的 因為他有個故事 故事還未完 但是 那些策子一次過推出來 講完所有人的全部 最後的結局 跟著就結束了 跟腰斬是沒有分別的 你說小時候不可以打人 大人也未必的 打仗 或者是什麼 你有沒有聽過金羅拜 不是啊 我不合理 我覺得 金羅幾歲都可以 去到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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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純粹是用 營正身上有子龍之氣 這樣就贏了 那 一到最後 不夠打 他又叫這件事出來 變了 屈肌 其實是主角是屈肌 是有主角光環 但是變了有點悶 還有阿力山大 伊達正宗那些 都是很年輕 已經可以上戰場 打贏老對手 信長也是 信長二十多歲 才打贏老對手 但是 你很難撇除人家 真是神童 還有 我也講一講 第二男主角成叫 成叫那個 第二人 奸角就奸角 第二主角來的 其實成本 成本天子二 只有三個角色 是值得 可能拿出來提一下 就是呂不韋 刑政和成叫 三個 不過呂不韋 也不要說 這個角色都被人死亂了 成叫他的武功就是 冰火五重天 開始看 很厲害 冰火五重天 然後還練完宇宙 其實我覺得這個 原宇宙是 一個不完全的原宇宙來的 因為他 是沒有練過之前的 直接去練原宇宙 其實都不是算練的了 他都是天地相折 傳給他的 他只不過是 被人傳授了 人家領悟了 他們的元宇宙 是過了比成叫 那應該都 大打折扣了 我覺得 是 和黃普極的 那個 元宇宙 那個才是正宗元宇宙 因為他由第一層 練習是123 789 最後才練習第十層 那個為之叫正宗 那會不會自己想出來更厲害 你覺得不會 嗯 有機會的 可能一個天資超厲害的 接觸到他 可能領略到 那個被大爆炸 被破虛空 更加厲害的 那當然是有機會 但我 他不是正宗 但不是正宗 可能多了些發揮空間 即是靈活一點 即是靈活一點 拆開一點 但最後都輸給九色逆運 那不同的嘛 他的價值價 就是 這個說得通的 我覺得 這個我也是覺得 這個最成功的一個招式來的 即是他是用回 由九色開回上頭 用白雲煙去破回他的元宇宙 即是他不能夠吸 即是元宇宙不能夠吸回白雲煙的功力 而破了他 這一個他是做到有根有句 說得很好 是合情合理 我覺得是很好 是很OK的 但他只是認證身上出現過 他這一招 接著沒有人再出過 其實我覺得是可惜的 因為這一招 其實是真的出得很好 我自己想出來的嘛 天子三被人在那個巡視 被人堆倒了 那誰教給誰 教給你 教給他兒子 死了 但很有趣 他有幾十個兒子 什麼符蘇 胡亥 那些 沒有人認識的 沒有人認識運天保鑑 很過癮 什麼符蘇 神祖被人家 發配去 邊疆 然後胡亥即惠真 他全部兄弟 加上姐姐 全部殺了 正史來講 那胡亥神祖被人家 誰會認識的 怎麼會認識的 即是絕了 那九枚十枚天精 他在哪裡呢 阿秦子英 都是 都是 阿秦子英 應該是阿秦子王的侄 那類 孫子英 不是 是胡亥的兒子 還是胡蘇的兒子 不是不是 正史不是這樣的 即是他子英 他的名字叫阿英 他叫 他的名字叫子英 他職位的時候已經三十四十歲 又不是兒子又是孫子 哥哥 誰是子英 子英 他職位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叔叔 不要來 他的名字叫子英 即是等於 一條女兒叫美麗 全家產真是美女嗎 這樣是道理 所以 他不會 沒有傳到下去 被他的子責 是不奇怪 已經死了 還有 天子義 我覺得他做得很好的 他是把天子義的主角 擺到天子三那裡 做了其中一個大老闆 我覺得這個安排是很好 不過 應該就不關編劇事的 只不過是歷史 即是說到嬴政是暴君 即是順勢 即是把他叫出來 做一個 由監變中 就是中變監 其實這個安排 其實是很好 因為 你看回 這麼多本漫畫 都沒有試過 是由一本擔正的主角 去到第二輯的時候 變成奸 是沒有的 你說某一件事 泰遠都沒有說 泰遠都碎了 他是重駐的 在天子四才出來 而泰遠都你覺得怎樣 他的設定是很普通 其實 即是沒有天劍 第一集 第一輯 阿基法是用天劍 那第二輯 是變成 泰遠都和尤精劍 尤精劍的設定 反而會好些 泰遠都就好像普通的把斬馬刀 是去到天子四變成 泰遠魔刀 大家可以看頭 漂亮很多 真是好看 白刀 你覺得天子二 無論是人物 故事架構 以及這把青 武器 都是稍順很多的 其實 可以說是失敗 我覺得是 捉到鹿 不會脫港 因為我小時候第一次看的時候 覺得 好了 打完成桿 好了 我看你怎樣去 統一六國 我想起碼 好像天子一 都有百幾二百期 我小時候沒有想到 他會剪輸 剪輸的原因 怎麼會這樣結束 要其他項目決定 我小時候沒有看這件事 但我剛才看到 剪幾頁 然後結束了 沒有了 我覺得沒有搞錯 明明可以說 這麼多 一百幾十期 你這樣就結束了 我覺得 其實我小時候 他覺得 爛了 爛了尾 現在我大過看 近期重新看一次 他都可以一看 但是變成 因為有太多比較 例如春秋戰紅 神兵圓旗 看了他那些圓幻 我自己滲下去 如果 張天子二 其實有很大數字 他有百家爭鳴 那些什麼瑜伽 法家那些 其實可以很久講 如果你慢慢講 每一家 每一個國 有個敬人 每一個國講 二十期三十期 百幾期 閒閒地 很濕碎 但是他這樣就 可能之前 好像你這樣說 現在進步了 以前就 不懂得用這條橋 你不要掛 什麼 王逆做這個 陳秦記 都說到墨家 墨家分了三個墨 齊墨 藝墨 和這個 那不就很久講 是很好的 他懂得 墨家劍化 他懂得脫割 那秦王篇 就做不到 其實我自己 有想過 如果天子熱蟲 畫的話 好像春秋戰紅 那樣畫的話 我想會好看很多 你說 最後最不合邏輯 就是兩個十幾歲的 聽仔打 對 他已經是練到 鐵琼瘡和元宇 十幾歲 大哥 有什麼可能 對不對 就打贏 譬如 杜家的環毛 又打贏 田猛又打贏 那個大長 杭灰 又打贏 全部都打贏了 對不對 就是 這個 我覺得 這是少少接受不到的 但是 你說 可不可以看 都可以一看 但是 我覺得是有些可惜 真的可惜 可以做得好很多 那 好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天真 洪水